接著 忍 撐 會 打 罵 对于撐脑我们的众生 我们怎么样修忍辱 第一个 我们要念往昔的因缘 做常在想 就是还在 应当这样思维 一切众生 有罪因缘 来互相侵害 我今天受到种种 别人的脑害 也能受到别人脑害的时候 他就马上 你为什么都有这样子 你凭什么都有这样子 就跟人家打骂起来 不过菩萨呢 他会这样想 我今天会受脑 一定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有的是今生我对不起别人 有的是过去是我 对别人有亏 所以来好好反省自己 我今生我现在会受到种种的苦恼的事情 那也是我们所做的种种因缘 有些虽然不是今世所做 而是我过去是遭不好的行为 今天得到的恶报 那么我们应该偿还 应该欢喜接受 不可不可服逆 不可排斥 违背 譬如负债 我们以前跟人家借钱 人家很慈悲 借钱跟我们渡过难关 对不对 那么现在期间到了 你总要还人家 借主来 借主来 来 要钱的时候 我们应该欢喜偿还 而且很感激 谢谢你以前让我渡过难关 应该是这样 结果呢 他不喜欢还钱 来起称认心 如果早知道你要起称认心 当时就不借你不就好了 对不对 让你当时根本 根本就没办法度过难关 所以如果说我们是负债的话 我们应该这样想 欢喜偿还 第二 常行慈心故 行者常行慈心 虽有恼乱逼身 必能忍受 以下就举 我们世尊的本身 忍入先人 这个在金刚经也有提到 灿体先人就是忍入先人 这个是我们世尊的本身 过去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修忍入 在大灵中 修忍入 行慈悲心 嘉利王 嘉利王我一般讲就是歌利王 歌利 歌利王 带着种种的宫女 到生里面去游戏 那么不知不觉 国王就睡着了 那这些宫女 他们就到处玩 看到这个仙人 就忍入先人 他们就恭敬礼拜 仙人就为他们赞叹 说慈悲忍入 那仙人讲得非常好 这宫女听之无厌 久久不去 后来歌利王一醒过来 奇怪 怎么宫女不见 就拔着剑到处找 一看 竟然大家都围绕着 在忍入先人旁边 那嫉妒心 焦慢心非常旺盛 起秤秤心就挥舞着剑 就问忍入先人 你在做什么 你是不是拐骗我的宫女 那先人回答 我其实是在这里修忍入 行慈悲心 国王他不相信 他说好 那我要考验考验你 就拿个利剑 割他的耳鼻 斩他的手脚 如果你都不称恨 那我才知道 说你真的是修忍入 先人说好啊 随你 国王就拔剑 割截他的耳鼻 斩他的手脚 问他心动不动 他说我修慈悲忍入 心安忍不动 国王说 你只是单身一个在这里 也没有其他的权势 你只是嘴巴说 安忍不动 那谁相信呢 这时候忍入先人 就发誓 如果我真的是修慈悲忍入的话 那所流的这些血都会变成乳 那一说的时候 果然这些血就变为乳了 格力王他非常震惊 非常惊喜 都想不到还真有这样 忍入先人 就带着柴女要走 不过在这边 大尊人所看的版本 这个当然也是大尊人所引用到的本圣经 看的版本是这样 不同的地方在后面 这时候临终 有很多龙王鬼神 一看 这国王怎么这么无礼 竟然来害忍入先人 就雷炼交加 就把国王给他打死了 王就莫不还功 大尊人的版本是这么写 不过 有关于人入先人的故事 出现在很多地方 我们在讲义383页 角注132 这里很多地方有提到人入先人 大尊人卷士之前有提过 这里有提到六度及经 我们看第三行 咸鱼经 咸鱼经这里讲得非常精彩 咸鱼经这里是这么说 前面的情节都差不多 不过后面也稍微不太一样 就是说 森林中的龙王鬼神 他们真的是想要 把国王这样无礼的行为 给他一点教训 想要杀害他 但是人入先人马上制止 马上就制止 雷炼把国王害 制止这些龙王鬼神 而且这个人入先人还跟戈利王说 如果我成佛以后 我第一个先度你 可以这样讲 那么这个国王戈利王是谁呢 就是后来的阿诺 焦成儒 就火度化无比丘 最早开悟的那一位 那就是戈利王 那《咸鱼经》这里面 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 他说 这个先人就对戈利王讲 我要先度你 你现在用刀 来割结我的行骸 将来我成佛以后 我也会拿刀 但是我拿的是智慧刀 我要破除断你的三毒 很棒吧 你现在拿的这个刀 是割结我的行骸 将来我成佛以后 我要拿个智慧刀 要断除你的三毒 那国王他听得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在《咸鱼经》的版本 就是戈利王就请这忍入仙人回去宫中 给他丰厚的供养 在供养的时候 有其他的外道梵志 很多人 他们一看到戈利王这么样的恭敬对待忍入仙人 他们心里就非常不高兴 这些其他的修行人 你国王为什么对忍入仙人特别偏心 给他丰厚的供养 对他们就有点比较淡薄了 他的心里非常怀恨 那么就对忍入仙人动手脚 怎么动手脚呢 在忍入仙人要坐的那个地上 他就故意拿很多的粪便 污秽的凝堵 就把他外表稍微修饰一下 刺上里面都是污秽 污秘这样子 就让忍入仙人坐 结果忍入仙人坐以后 发现到这种原来都是粪便污秽 那时候忍入仙人也没有发脾气 他讲举句话 他说 如果我成佛道以后 我要先用伐水来洗涤你们这些成垢 这些是脏的 污秽的粪便 汇堵 我会拿着伐水来洗涤你们这些成垢 除掉这种种的污秽 永令清静 让他们永远永远的清静 这是忍入仙人的故事 《行李经》里面还有很多好故事 各位可以参考 好 以事故言于脑乱中能行忍入